那么师尊告诉我们 末法还有九千年了 这九千年当中往下去 我们已经很清楚能看到 佛法衰了 真衰了 各宗各派都没有人了 而且除尽宗之外 都要断烦恼 这烦恼怎么能断 谁肯断 什么人能够放下 贪财贪名贪色 你去劝人 谁能放下 我们想想 不可能 真正是佛所说的 末法 佛在大基金上告诉我们 佛灭度之后 正法时期 正法一千年 第一个一千年 戒律成就 向法一千年 向法时期禅定成就 末法一万年 这一万年当中佛说了 净土成就 净土是大道 无极之大道 那要么有好的本子 怎么能叫人相信 这是 华夏这个地区 众生有感 菩萨有印 出现了 夏天 老居士 为我们 汇集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是佛 多次宣讲 翻译的本子很多 他来整理 在五种不同翻译本子 用这个原本 整理出一颗 汇集本 我们一般讲 集大臣 那么这就是 作为介绍西方 一正庄严的一个定本 文字通常容易懂 跟所有 原意本也好 汇集本也好 借教本也好 现在一共是九种本子 一百三年前 我相信 这个本子是 最令人欢喜 多的本子 这是第一个 经整理出来了 多这一本 无一本 无种原意本 全都到了 五种本子里头的 精药精华 全在这种 这里头 一句也没有漏掉 这个真难得 停转通知了